山太太 弟兄姊妹平安 臨安息在基督裡 你大能 使我安然信靠 親愛的天父 新的一天 以新的期待 仰望在你的恩典中 珍惜你的话语 必有满满的是福 你的道是活泼 又具有生命力的 你的话语一打开 就让黑暗的亮光 愚昧者的智慧 绝望者的盼望 是 在我们昨天晚上 我们知道新北市 或者很不安稳的 一个夜晚 主我们的心 与他们一样的背负重担 主我们知道 或许那些弟兄姐妹 他们会问 为什么这是灵活 他们在问 他们的神在哪里 但是主我们知道 因为你不让任何一个人沉沦 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你告诉我们 信靠你 你的慈爱永远长存 主啊 我们知道 他们的苦 不是我们能够协助担待 但是主我们期待 将他们每一个人的灵 能够交托在主你的手里 不论他们现在的心灵 是交瘁 他们现在的心灵 的不平安 主我们求你 能够与他们同在 因为你告诉我们 我们不安的灵 没有一个人是孤独的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你为我们谱出一个优美的词歌 其中每一个音符的优扬顿挫 就像生活中高低的祈福一般 如何在艰困当中找到真正的出路 享受那一份自由喜乐丰盛与安息 是我们所渴望的 求主你帮助我们不足的信心 愿意与主你亲近 以敬虔诚实柔和的言语 藏在你里面 且心心吐意 并学习你那谦卑柔和的样式 不做存有抱怨 怨恨怯怯的负面情绪 能愉悦地度过每一天 也愿主你 任何心理观的人同在 我们这样子的祷告 奉主耶稣的礼求 阿们 我们今天的经节 有两处 第一处是记载在 上摩尔记上十六章七节 是记载在旧约圣经三百五十五面 旧约圣经三百五十五面 我们翻道 一起来读 耶和华却对上摩尔说 不要看他的外貌 看他身材高大 我不拣选他 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 耶和华是看内心 第二处我们的经节 是记载在 提摩太后书二章 二十一节到二十一节 是记载在 新约的三百零三面 我们翻道一起来读 在大户人家 不但有精器 云器 也有木器 国器 在有作为包贵的 有作为卑贱的 人若自杰脱领卑贱的事 就必作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而乎居所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以上我们今天的经节到这边 今天我们很高兴 千未尝到回到我们的当中 他今天要和我们分享的 讲道题目是 我有一个梦